能够有见识的牧人 这一个见识 不是要叫你到外面去学很多的知识 而是你要对羊群的了解 真正的你知道弟兄姊妹现在要什么 当你讲这些道的时候 真是当前弟兄姊妹当前的教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当你能够这么讲 讲了以后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他们会有反应 会把他们里面的那些问题会吸引出来 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有问题 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说不上 但是他们只觉得里面有一个饥客 有一个缺乏 有一个需要 哪一方面的 不知道 今天我们要有责任 把他们的需要先说出来 先说出他们的需要 然后你再回答 供应他们的需要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你讲的真是讲到我的心里了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的 我就是要这个内容 这不是我们的本事的 这就是暗示风凉 今天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暗示风凉 就要想单一礼 今天我们要有牧人的心肠 不仅仅是做中心的牧人 有见证 有见证的牧人 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良善的牧人 也就是要良善的牧人 一个良善的牧人 就不会炎炎瞎自扬群 我们一同来念第十七节 主人说 好良善的牧人 你既在最小的身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力管事做成 对 一个良善的牧人 他一定又是忠心的 今天耶稣称赞 那一个 这个一定银子赚十定的 一定银子赚五定的 我们说 那因为他们忠心的工作 那一个一定银子都没赚的 耶稣没有说他良善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 忠心 有见识 良善 并不是好像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分 就是我们中间 谁是忠心的 谁是有见识的 谁是良善 这是一个统一的要求 今天对我们来说 每个人在这三方面 都一样的要做到 要做一个良善的牧人 其实良善的牧人 也就是良善的牧人 我们在因为讲到这个牧人 我们就用了良善 所以说 一个良善的牧人 首先就是存着柔和谦卑 存柔和谦卑的心 存柔和谦卑的心 这里面我也是举三点 我们应该怎么样 有柔和谦卑的心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 我们一同来念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原来 借着神经 其是异能 建筑使徒的平均来 我们知道 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 有一部分的信徒 他们是过分的勾举保罗了 自称书保罗的 但其他的更多的一些信徒怎么样 反对保罗 所以我们知道 哥林多的教会 这里面对保罗有很多的 造谣的 诬蔑的 不识支持 其中有一个就是 反对保罗最有利的一个原因 是什么 就是保罗你不是使徒 在初期教会 怎么样才配是使徒 跟过耶稣 你保罗你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好像你能说会道 你有知识 因为耶稣其他的使徒 都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 你保罗你有知识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你都没跟过耶稣 今天他们是使徒 你就不是 而保罗怎么样 保罗不是为了要表明 我也是使徒 我了不起 保罗为什么要 一定要争他是使徒 因为如果他不是使徒的话 他所讲的道 没有权威 那是确实 你不是使徒 你讲的那些道理 那就应该怎么样 要根据当时其他的那些使徒 为什么保罗不能说 跟其他的使徒 在当时完全有一致的看法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外邦人 在信耶稣的时候 要不要受个礼 外邦人是不是先要做犹太人 然后才能够信耶稣 保罗是绝对坚持 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完全一样 直接到耶稣那里来 而当时的那些使徒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即使彼得都是在一个动摇的中间 他知道外邦人可以这样做 有这个权 已经耶稣做成的 外邦人可以进到耶稣那里去 不需要先做犹太人 但是他总是有这么一个犹太人的习惯的传统 我相信当时其他的使徒 可能也都会有一些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些事上 他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保罗要限出自己使徒的凭据 让这些哥林多信徒都承认 保罗就是使徒 这样保罗所传的那个道 他们就能够接受 保罗不是为了要争名争地位 但是我们说人不是那么容易听的 保罗在这里 他的经历今天对我们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困到 今天弟兄姊妹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教导的 如果弟兄姊妹他们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是需要用百般的忍耐 我们才可以让他们听话 换句话就是说 羊群不是那么像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听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忍耐的心 要有耐心来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知道连我们自己也都是一样 我们信耶稣也不是那么容易信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弟兄姊妹是很容易的 有些可能也是经过了人长期的劝 才转变过来 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转变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转变了 也是经过人耐心的教导 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的天赋比较笨的 人家教导一次两次我们还不领会的 我们需要多次的来听 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耐心 今天只有一个良善的牧人他能够有耐心 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说脾气比较急躁的 我讲了几次你都没听 我讲了几次你都忘了 或者说往往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急躁的脾气的 今天我在这里不是讲别人 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有这些缺点 我们说不管你是好心还是坏心 今天如果说我们过分急躁了 我们就很容易 往往我就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住 非常忠心就是脾气急躁 到最后很容易造成分门别类 很容易得罪弟兄姊妹 最后那些羊群他不喜欢跟你 为什么你脾气太过急躁了 没有一个温柔柔和谦卑的心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良善的牧人 就要用百般的忍耐 要用百般的忍耐 牧羊 羊群 羊群 可能 不那么 容易听话 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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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那么 容易听话 幅群 羊群 traditions 羊群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羊群一时 他们不能接受这些教导 我们就把他们丢到教会以外 我们常说那就是向那个妇人 拾落了一块钱 今天我们说 我们的责任要耐心的教导 要耐心的教导 更不要轻易的定罪 几次教导以后不听就定罪了 就把他开除出教会 个别的工人有这种做法 我相信大多数的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